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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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趁叶峰他们在调查 我告诉你一个超级情报吧 超级情报? 嗯,你先把积分器切换到play模式 然后长按这个夹字键 哇,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不是说这是超级情报吗? 现在你只要把它放在光辉剧神的战神盖上扫描 哇,一下子变成零分了 是吧是吧 哈哈哈,然后再把积分器放在雷霆弩刀上扫描 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嗯,糟了 呲,露馅了嘛 要是通过战斗就能找回记忆 那就去战斗不就行了嘛 不管想起了什么 潘多拉还是潘多拉嘛 被九万九千的积分冲昏了头脑 想一口气全部骗走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我坚决反对 在弄清楚远古猎神团的目的之前 潘多拉的积分不管增加还是嫌少 都太危险了 但现在完全不清楚远古猎神团他们的目的啊 难道在弄清楚之前都不能让潘多拉参加战斗吗 潘多拉,你怎么想呢 哦 你是想快点找回记忆呢 还是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要是不能玩陀螺 我会很难受的 可是 可是 我不知道 失去的记忆究竟是好还是坏 要是突然全部想起来的话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是吗 不过 照现在的情况 我们只会继续被远古猎神团袭击 嗯 今天我们先睡在这里 明天回风轮镇吧 爸爸他说不定也调查出了什么 嗯 嗯 叶峰 潘多拉 对不起 把你吵醒了吗 你在做什么 明天你们不是要回丰轮镇吗 能帮我把这个装备箱带回去吗 让我带回去 那你呢 这个嘛 我想明天一个人去最后的静断遗迹 叶峰 很久了 就以前我就有一个想法 去找远古猎神团的人好好谈谈 好好谈谈 你想跟他们谈什么 当然是你的事了 我想恳求他们不要再缠着你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没好好听过我们的想法 肯定不行 我们不是还没跟那个炎黄猎神谈过吗 说不定他是一个明世里的人呢 太危险了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对不起 这次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要是潘多拉你在身边 他肯定要跟你决斗的 你和兰若兵他们一起在风轮镇等我吧 你会很快就回来的吧 会的 居然想一个人找他们谈话 这家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过 这才是叶峰的风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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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 counties谈刘 最自信的风格呀 马上 虎兵 这里是 就在那里吗 好 看来还能用 发射 Kn jeune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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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这里爬到山上去吗 好 爬就爬 等着我 炎黄猎神 还差一千分 潘多拉就能顺利地恢复记忆了吗 辛苦你了 这下就算我输给了潘多拉 只要他恢复记忆 一试就能正常进行 当然 我不可能输给他 可是 他们肯定也有戒心了 让潘多拉战斗可能会很困难 办法还是有的 让潘多拉战斗的方法 我多的是 看来 有客人来了 嗯 他来了有一会儿了 估计是跟潘多拉在一起的那几个人类吧 好像是 难道你想要跟他对战 作为一个猎神陀罗兽 有人向我发起挑战 我绝不会退缩 何况那些人 还打败过我们远古猎神团的人 你可别用掉太多精灵力量 知道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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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到底还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啊 沒路了 應該沒走錯呀 難道還有別的路嗎 啊 在那裡 那條小路應該通往山 山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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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差一點就到了 先休息一會吧 啊 有種不祥的預感 和射 裂風光義竟然抵擋不住 糟了 啊 銳利的攻擊環是攻擊型的陀螺 啊 啊 啊 你好 我想 不用说了 你是说服不了我放弃我们的使命的 你走吧 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是来说服我们的 所以现在提前把结果告诉你 我带你去出口 你走吧 等等 至少让我说两句吧 你要说什么 这件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和潘多拉是朋友 我想帮助他 好吧 毕竟你们也打败了我们远古猎神团里的六个人 圣者有权知道关于败者的事情 我们远古猎神团原本也是人类 为了一个相同的目的 我们聚集在一起 用几乎到达极限的精灵力量 一直生存到现在 这块宝石拥有和潘多拉一样的力量 它是这个世界精灵力量的携行体 它被托付给我们已经几千年了 我们成为远古猎神团里的理由各不相同 那块宝石是有人托付给你的 是谁 成为远古猎神团成员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对任何人说出托付者的身份 我只能说 他就是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存在和制定仪式方案的人 我也只见过他一面 你为什么要成为远古猎神团的成员呢 我 因为我爱人类 所以想永远守护人类 给他们指引正确的道路 让他们改正犯下的错误 这也是远古猎神团本来的职责所在 我们是以监视人类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 要是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那就让潘多拉觉醒 顺利地完成他的使命 然后再守护创造新历史的人类 新历史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人类会被潘多拉的力量毁灭 然后新的人类会选择正确的道路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人类会被潘多拉的力量毁灭 为什么 潘多拉就是这颗星球的生命之源 为什么一定要毁灭人类 真正的原因除了潘多拉谁也不知道 不过 我想他应该是想保护自己吧 通过消灭威胁这颗星球的因素 肯定有什么地方 搞错了 确实 我们也觉得 现在应该还不是他觉醒的时候 可是 潘多拉不知道为什么提前觉醒了 而且还失去了记忆 这太糟糕了 不过 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时刻而存在的 玛雅猎神说过 不管潘多拉是输是赢 你们都能达到目的 没错 只要我和潘多拉战斗 不管胜负如何 人类都会灭亡 怎么会这样 你 你不是爱人类吗 你真的希望人类灭亡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事情 这是在人类诞生很久很久以前 就决定好了的事情 那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 那你能证明吗 你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我们错了吗 不管潘多拉的使命是什么 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一个喜欢战斗陀罗 随处可见的普通孩子 为什么 要他担负这样的使命 我不想再看见潘多拉 用这么痛苦的心情玩战斗陀罗 我会阻止你们的 潜坤火轮 那攻击话那么尖锐 没错 它是攻击型的 那么 比起持久模式 攻击模式应该更能抗击它的攻击 放 放 左旋 它果然是攻击型猎神陀罗 这不就是攻击型 那速度真快 要是撞上了 持久模式根本不看应急 攻击模式 你以为你的攻击模式能承受得住 狗猎神陀罗 狗猎神陀罗 刚才 猎神光也输了 而且不是简单的输 他的攻击环有16个攻击点 比人员的雷霆怒刀还多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跟乾坤火轮相比 裂锋光翼不但攻击点少 旋转速度也慢 所以就算碰撞时间相同 乾坤火轮也可以向裂锋光翼 发动更多的攻击 没错 乾坤火轮拥有高速旋转的攻击拖肩 和尖锐的攻击环 这是为了给对手造成更多的伤害 而特别强化的 跟他相比 你的战斗陀螺 他受的攻击越多 旋转速度就越慢 攻击力和防御力也会降低 最后连保持旋转都会变得困难 裂锋光翼受到的攻击太密集了 连保持平衡的旋转力都失去了 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 来吧 裂锋光翼 保持旋转力 再被他撞击一次 我们就输了 太无聊了 乾坤火轮 精灵的运动 跟陀螺一样迅速 你是想用精灵力量 来弥补失去的旋转力吧 可惜 叶峰光翼 精灵叶峰光翼 担心 要撑住 你以为那样就能撑得住吗 叶峰光翼 平衡型陀螺的力量 是不可能经受得住 我乾坤火轮的连续攻击的 你就这点水平嘛 哼 战斗结束 战斗结束 在梦想的天地中间轻傲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结光 过去寂寞 过去寂寞路上 黑夜没有月光 一个人偶尔会迷失方向 现在有你作伴 给我新的勇敢 不想一个人的孤单去流浪 让勇敢 让勇敢在战斗之中释放 让新人在精力之中成长 在你我的身上 是一只的力量 划到追逐梦想的翅膀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梦想的天地中尽情傲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着光 那份温暖正在世上流传 陪着你我兵将乘风破浪 携手一起到达梦天堂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梦想的天地中尽情傲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着光 那份温暖正在世上流传 陪着你我兵将乘风破浪 携手一起到达梦天堂 温暖正在世上流传